東西 Gigi啊,桃雪祭還有第二季你看了嗎? 蛤?還有第二季啊? 同一個作者嗎? 還真的有,桃雪祭之殺死校長 上次啊,我被灌到監獄裡 不管,我要出去離開這裡 這多麼熟悉的監獄啊! 怎麼這裡還冒出了班手? 看來我是可以敲開雪井蓋呢 然後,然後就掉到臭水溝裡了 呃,好難聞啊這個味道 下水桃啊,思通八達的 看來作者是想讓我們選一條正確的 這又沒有提示 直走先囉 你比蜂蜜還要搞笑 可惡的作者居然罵人 再換一條消水道試一試 這次倒好了 直接叫我賞 等我找到出口就死定了 快算來對地方了 可以離開監獄了 跟著火把走 進女廁所會很慘 行吧 趕緊去下一個關卡 據說還要殺校長呢 這條路可正常啊 還十公里 你用我跑 我偏不跑 我交換坐井 這地方還真的挺遠的 製作者是要玩死我們啊 姐姐啊 這才跑一點路 怎麼就玩死你了啊 才不是呢 你看 好不容易找到安全的密道 進來一看 得了 又要回去你廁所 剛剛還不讓進的 現在又要重新跑一次 下次一定要里里歪歪都進去看一遍 找到了420塊錢 還有鑰匙一把 這樣子就接通啦 420塊錢呢是上網費 鑰匙是逃離這裡的 後面還有警察呢 我要趕緊走了才行 密道裡有鋤頭 力量要緊 喝了之後就會變得力大無窮 我信你個鬼 還問我喝不喝 我當然是不喝啦 這藥水可苦了 對咧 劇情結束啦 我進入了死胡同 重新下載繼續 作者啊 可真的是想玩死我咧 10分鐘過去了 好咧 回到原來的地方啊 趕緊將鑰匙磚上 穿越這裡啊 用鋤頭將警察全部擊斃 後才不拿直接跳狗 我怎麼來到學校啦 原作者是對校長有意見啊 讓我先進校長室 用鋤頭將校長殺害 然後再來教室裡面找鑰匙 接下來就是跑路了 其實還有直升機 離開的作者 呼叫直升機來跑路路 第二季到這裡就暫時結束囉 第三季逃學記之 飛機試試 那我們下期見囉 這部位